出生入死 这个成语出自老子的《道德经》 老子说 人出世为生 入土为死 长寿的人占三十分之三 短命的人占三分之三 本来可以长寿却过早死亡的人占三分之三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欲望太盛 享受过度了 听说 善于养生的人 在陆地上行走时不会遇到犀牛猛虎 战争中受不到武器的伤害 犀牛对他不伸头脚 猛虎对他不伸爪牙 武器对他不放锋芒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从没进入死亡的领域 老子在《道德经》 善设生者其无死地 章里说明 善设生者不入死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淡泊寡欲 顺道而生 自然而生 与天地合一 无所谓生死 坚守本性 精神不死 所以不入死地 野兽不轻 武器不入 不入死境 老子以此比喻有道之事 不贵生死 无所谓生死 一切顺从自然 乐天之命 看淡生死 把它看作一件极自然的事情 天地万物都是出生入死 人也一样 人生的过程 就是从生赴死的过程 但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生和死 而在于这个活的过程 如果一个人看淡生死 乐天之命 安分守己的生活 做自己想做的 能做的事情 不问结果 乐在其中 自然其乐无穷 生命也会在这种自在中 获得充实 宁静 快乐和幸福 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 而全在于生命的质量 一个人对物质享受的过多 往往因为过度享受 而不能长寿 纵使长寿 也只能说是 碌碌一生 如行尸走肉 而一个注重内在生活的人 纵使生命短暂 但他真诚的活过 光明的燃烧过自己 照亮过别人 那么 他的一生 就是有质量的 他的死 也是重于泰山的 现在有很多人 没有读过老子的道德经 反而对老子 包括庄子孔子 这些古人的智慧嗤之以鼻 这是极其愚痴的 大家想一下 在古代 就连皇帝的平均寿命 都只有三四十岁的情况下 我看过一个统计 不知道准不准确 说古代皇帝的平均寿命 是三十六岁 那么 老子 庄子 孔子 这些圣人 他们在古代 他们并不注重物质享受的情况下 他们追求这种 内心的智慧 追求天人合一 他们的寿命是很长的 像老子活了八十多岁 孔子活了七十二岁 庄子好像他的寿命不祥 但是也是很长寿的 那本来可以长命 却由于过度的享受 过度重视自己的生死而短命的 这种例子不在少数 比如说一代 枭雄 袁世凯 他是非常重视自己的保养的 他的那个一太太都有好多 是吧 他每天那个保养品 都是那种顶级的保养品 都是一把一把的吃的 什么鹿绒啊 什么鞭啊什么的 一把一把往嘴里塞的 但是呢 他最后就是由于这种 过度的享受 过度的重视他的生死 导致他在56岁多 不到57岁的情况下 就死于过度保养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 他就是这种保养品吃太多了 吃得红光满面 最后嘎坡了 所以说啊 我们呢 一定要从老子的道德经中 汲取智慧 所以